如实的表情 夸张的肢体动作 但这并不是在演戏 而是默剧对志工们为法屁如水精脏演绎进行的大型排练 要为9月的殊胜大法会做最好的准备 你不要这么快想他到先 你先指指他先 其实我们不是在演绎 我们是在传法 我们要很用心 节省前程 要做好每件事情 我们这个水灿是有经过一些修改 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懂我们在演绎什么 人生百态 舞台上一一呈现 志工们全情投入 过程中有不少体会 当我入戏的时候 我可以体会到当下那些人的感受 当我抽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很感恩 然后更要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默剧组积极排练的当儿 来自新山智慧五个联络处的庙英志工们 也第一次集合在新山慈激进司堂进行排练 有点僵硬了的两个手一起动 尽管状况连连 志工们一点也不敢放松 把握时间加紧排练 培养最佳默契 最主要是大家参加这个法会 他能够洗滴他的心灵 然后他们能够得到法喜 然后我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 是很和乐的 和和互学的 除了志工 排练现场也能看到社区民众一同加入精脏演绎的行列 开始的时候那个师姐他很厉害 叫我们很快把我们带入这个疫境里面 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好像又很简单 然后又很容易就学会了 因为我体觉不爱讲话了 所以没看到我很像搞傲这样 我就是在尽量在去 去改善自己 因为我记得很多 很多缺点 只是现在才记得 缺点很多 一次又一次的排练 不止洗涤了个人的习气和烦恼 也将众人的心紧紧的凝聚在一起 可以把师兄姐这种凝聚力 把它拉回来 因为我们还有读书会 读书会过我们也有唱经 如果是没有这种不紧张的话 大家可能就有点松散这样 而且大家也会用心去学习 然后同中就体会到这个李金文的内涵 在经过一连串的排练与读书会之后 相信到了9月 志工们必能以最佳状态 呈现殊胜的水颤演绎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